大家好我是阿默 我现在在芽庄 今天拍这个视频是 想把这个我现在住的旅店 然后介绍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这个旅店性价比非常高 然后这里的设施很齐全 然后价格又便宜 我们进门这里 然后 这是一个单间 这里的配置设施 非常的齐全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有一个操作台 这是一个 洗手盆 然后热水壶 还有这个 抽烟机 然后这里还有一台 洗衣机 这个洗衣机上面 是一个窗户 打开窗户这里 是可以晾衣服的 这里有那个 吹风机 这个床头柜 这是电视的遥控器 这里是电视 电视 电视旁边是那个冰箱 冰箱旁边还有一个大衣柜 还有钥匙 这个衣柜 然后这里还有一张餐桌 有两张凳子 他这里的插座也蛮多的 这个插头 这边有 那边也有三四个 那床头柜那边 这张床的话挺大的 是一个应该是一米八的吧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 这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 但是现在外面太热了 我就不打开了 这个空调的风很大 都是新的 然后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是洗手间 一个马桶 然后是洗澡 还有这个是 洗洗漱的 然后这是 那个沐浴露 这个是那个 洗头发的 洗发露 这个他每天会来清洁 如果你用完了 他马上就会给你更新 就换新了 这个房间的价格 是一个晚上75块钱 然后我在booking上订的 那他这个75块钱 并不是一个固定价格 他随时有折扣 像我刚刚我又上去查了一下 他的价格变成了68块钱一个晚上 而且还是有 包括了那个免费的早餐的 他会给你在 又住的时候 他会给你那个早餐票 早餐时间是 是早上6点到9点 是在楼顶上吃早餐 那明天的话 我会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吃早餐的环境 早餐是怎么样的 现在上去吃早餐 在楼顶上 好凉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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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这边上吧 坐在这边上吧 可以看工作 这外面就是牙庄 这里是 旅馆楼顶上的餐厅 每天早餐 免费的早餐 在这里吃 这个就是旅馆免费的早餐 有一块肉 还有一个小鸟蛋 然后这个是粉 还有两块这个 这个不知道叫什么 还有一杯这个饮料 挺甜的 我喝不出来 这是什么饮料 但是蛮好喝的 然后还有两片水果 这个应该是发热吧 还有三片饼干 就这样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早餐